各位朋友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台车是 CH-R GT 为什么它是 GT 很简单因为它是六速手排的版本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车顶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车是小改款 首先这个黑色的车顶我们其实马来西亚也是有啦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改款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头顿尾灯都有一些改进 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的三条四维 LED 尾灯设计 然后其实也是一样它的后部空间 它这种轿跑Close over 的后部空间其实都不会很大 但是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一个车头的设计 这个车头设计我个人是觉得很帅很帅很帅 它更新了这个 LED 头灯组看起来更加有层次感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灯都是全 LED 了喔 OK啦这边我们也希望这个马来西亚的 CSR 快点有这个 额 LED 的头灯啊不然的话这个 Hallogen 的头灯是真的有点不是太够看啦 然后物针 还有这一个 Perota 的 logo Perota 的 logo 这个应该是有内建 ASIS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 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叫 GT 吗 就是因为它是六速手牌 你没有听说它是六速手牌的车型 OK打开来看看 其实内装的铺层小改款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额最大的就是这个六速手牌 这个就是它叫 GT 的原因 真的是手牌的不是方美而已喔 哦有 CRUSH 六速手牌 电子手刹车 然后 Auto Hold 等等的功能 剩下的东西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好像这些 唱鸡啊等等 其实过了那么多年都好 你现在看 CHR 其实还是很帅对不对 OK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一个 CHR 的小改款 在什么时候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额 我们有和原厂 就是沟通了一下他们其实也没有透露一个太确定的 太确切的这个时间表 但是我相信呢 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小改款的改变 其实是除了抽灯组 还有尾灯组之外 其实并没有太大 不过 还是一样的帅对不对 OK 我们这个简短的介绍到这边的野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